昨天下午,杨幂以一身桃红色性感连衣群两向上海,与台湾地区名模白心慧一起出席了某知名品牌举行的美发活动。 活动现场,两人一起回忆了由他们主演的首部《秀发态度》微电影《爱之毫离》练上发烧的拍摄花絮, 并与影片的编剧蔡康永共同分享了他们对于秀发、对于爱情的诸多见解。 因为宫的热播,杨幂被不少观众称呼为80后新古典美女, 不过这个北京女孩却以她特有的直率和豪爽,成为演艺圈中的一朵奇葩。 而她的爱情观也在现场遭到了蔡康永的追问, 而杨幂却也不回避,直言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。 可能是我自己对爱情比较主动,比较执着, 而大家普遍看好的蜂蜜恋,也因为媒体在公二片场探班时所拍得的两人不少亲密照片, 而使得这段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 面对好友还是情侣的揣测,杨幂直言,大家还是当好朋友的好。 比较恩爱啊,那你在一年之内跟一个人一起拍了五部戏, 五部戏全是情侣,那不是要了命吗? 你们各式各样的恋爱全都谈过了, 那这个人隔两天就见到实在是熟的不能再熟了, 那基本上恋爱已经都在戏里谈光了, 生活中就还是当好朋友,给各自留点空间吧。